金子象征上巨大的财富 无数的人为这匹财富在泥潭里挣扎 甘愿成为金子的努力 1986年在斯拉·佩拉达发现一座金矿 他是巴西当时发现最大的天然金矿 一时之间轰动了全国 无数人都渴望到那里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阿诺金他也不例外 他是一名兼职老师 微薄的薪水能够维持家里的基本开支 然而学校经营无散要大幅度缩减开支 像阿诺金这样的兼职老师是最早被解雇的一批 妻子代产 房贷要还 没有了经济收入的他们 生活陷入窘境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阿诺金不顾妻子的反对 决定前往斯拉·佩拉达套金 实现自己一夜报复的美梦 阿诺金和好朋友朱莉一起跋山涉水 来到这个隐藏在热带森林地区的近况 来这里绝境的人不只是他们 成千上万生活在社会底层 没有出路的青壮年 等我来到这里心肝让情愿成为矿工 没日没夜的挖掘满喜 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粒闪闪发光的金子 这里有三百多个金区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所有者 他们为矿区提呼经济支持 也是制作金矿的王 他们的腰间总是挂着墙 为了防止矿工私吞自己的金子 矿商的中产阶级是为王服务的管理者 最后这些处在底层成千上万的矿工 他们被称作蚂蚁 干着金矿商最累的活 赚着最少的钱 即便如此 每次赚到钱 也只够他们挥霍一段时间而已 过上几天富人的生活 这里遍地都是黄金 阿诺金他们很快挖到金子 赚到第一笔钱 可他们不满足当一个蚂蚁 而是想要成为金链最顶端的人 来下属于自己的矿区 他们以高于当地的价格供应了工人 看似他们的黄金梦就要实现 然而经营矿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总是会有很多窥视他们金矿的人 一天一个小伙子来找茬 他们也想要挖掘这片金矿 并且从不在乎谁持有这片金矿的资格证 阿诺金的腰上可没有挂着枪 小伙子抽出一把刀就要和他决斗 阿诺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步步退让 这时朱莉亚突然冲出来抱住小伙子 和他四打在一起 这样的决斗是枯燥的矿区中唯一的乐趣 往往能够点燃大家所有的热情 矿国们为这场决斗欢呼 十分期待谁会胜出 在四打过程中 小伙子被捅上倒地 除了他们一伙人 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 决斗过后 大家都是一副冷漠的眼神 静静地看着倒地不起的人 过后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继续着自己手头的工作 这件事对朱莉亚内心产生很大影响 他杀了人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他一点都不敢当内秀 认为这就是这里的生存法则 只有足够邪恶的人才能够活下去 获得无尽的财富 很快他们在这里赚取了很多的钱 只是他们并没有高兴多久 因为这里的黄金产量不断升高 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 政府接管了矿山 所有的金字都被直接卖给联邦储具银行 他们还制定了严格的规定 严禁矿山出现女人 酒和武器 因为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 即便很多人不满意这样的规定 但是为了黄金也只能屈服 阿诺金自从踏上逃进之旅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家人联系 妻子对他满是思念给他打来电话 询问他何时才能回家 虽然阿诺金在这里赚了很多的钱 足以改变家里的生活状况 可他不愿离开这座金山 不愿放弃这唾手可得的财富 他要变成一个富翁再回去 他狠心的挂掉妻子的电话 矿山的生活十分的枯燥 除了挖金没有任何乐趣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都会来到一个没叫三十的地方 这里有女人 美酒和一切能够用金钱买到的东西 被称为亚马逊的拉斯维加斯 阿诺金和朱丽叶来这里 可不是循环作乐的 他们来这里寻比能够保护自己的武器 自从上次杀死小伙子之后 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 仿佛就要把他们给吃掉似的 为了防患于未然 他们来到这里买了一把枪 朱丽叶遇上连自己着迷的女人特雷扎 很快特雷扎也注意到她 只是在这里根本不死在真爱 一个靠卖身为生的女人 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够主宰 更何况谈爱情呢 他们只是依附在别人生存的花朵 一旦离开便会枯萎 阿诺金还沉浸在和美女约会的喜悦当中 殊不至一场危险即将来临 那个被杀死小伙子的爱人卷毛找到了他们 自从爱人死后 卷毛就一直寻求报复的机会 这里刚刚发生一场泄斗 卷毛想要趁乱解决掉朱丽亚 幸好有枪防身 他们不敢轻举放动 匆匆离开 很快这里便陷入了混乱 久经美女刺激着每个男人的大脑 在狂患过后 便是因为膨胀的欲望发生的暴乱 那一晚相遇之后 朱丽亚便彻底爱上特雷扎 想和她结婚 可特雷扎早已和他人有了婚约 他们只能当着彼此的秘密情人 保持着不随的关系 阿诺金是在这片境界上 少有的极深自号的男人 她有家庭知道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赚钱而并非享乐 她收到妻子的来信 里面是一张婴儿的照片 阿诺金有了女儿 她非常的开心 可此时在矿山她 不能给女儿一丝父爱 能做的只有将赚来的钱 寄到妻女手中 为了能够给她们更好的生活 她需要赚更多的钱 开垦更多的矿山 在此期间 她和朱丽亚发生了争执 这也是他们友谊产生裂缝的开始 由于矿山有坍塌的危险 阿诺金要给工人们放一天假 她不能让自己矿去 发生死人的事故 然而朱丽亚不同意这么做 停工一天 他们将会损失很大 她完全学会资本主义那一套 为了资本出力 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 他们死了会到天堂 但自己的金矿不能停工 阿诺金说服不了她 只好由着她这么做 但如果出了事故 她必须对此负责 金矿能够走进一个人 也能毁灭一个人 她早就把朱丽亚的善良和纯正 消磨殆尽 现在的她为了钱 什么都干得出来 金矿被政府接管之后 给出的兑换价格是有限的 朱丽亚便不满足与现状 她打起走私的主意 将金子偷偷运出来 卖给走私饭 她要赚很多的钱 要成为大富翁 永远处在金字塔最顶端 卡瓦是一个犯罪组织的头目 掌管着这里重度的金矿 她的爱人便是特雷扎 卡瓦阴险很辣 只要她看上的金矿 就一定要收为机油 最近她看上阿诺金的金矿 卡瓦已经买下他们周围的所有矿群 只剩下他们一个 之后整个地区的金矿 就都是她的了 朱丽亚看着卡瓦和特雷扎 十分的亲密 就气不打一出来 更不要说金矿了 没有人能够从她的手上 抢走属于她的财富 她直接拒绝了卡瓦 阿诺金非常不理解她的做法 她的拒绝未免有些心急 对方还没有说假 况且他们进去就要枯竭 现在卖出去是最好的选择 卡瓦给出的价格 会让他们成为富翁 这不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吗 此时朱丽亚为了女人重复了头脑 好胜心让她失去了判断能力 阿诺金不能跟着她一起疯狂 她想要离开这回敌房 哲理已经彻底将人心中的恶魔给唤醒 朱丽亚说什么也不肯轻易离开 她一定要得到特雷扎 便成为大富翁 由于他们不肯合作 卡瓦派人来追杀朱丽亚 幸好她及时发现 并将杀手给杀死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朱丽亚 她急经正正正和其他犯罪集团勾结在一起 在她的受益之下 在卡瓦和特雷扎的婚礼上将她给杀死 特雷扎十分的伤心 尽管卡瓦是犯罪土日头目 但从未伤害过她 还将她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对于朱丽亚疯狂的举动 阿诺金也十分的生气 可她无法阻止这个已经成为恶魔的人 自从杀死卡瓦之后 朱丽亚便成为这片地区的老大 她的欲望开始膨胀 矫情所有的意图 一时之间 金区被枪声和屠杀笼罩着 卡瓦死后 特雷扎逐渐变得堕落 在台上卖弄自己的风刺 赚取微薄的收入 她的一生都注定要移附在别人的生活 离开人就像花一样枯萎 朱丽亚重新找到她 他们旧情复燃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朱丽亚不仅和犯罪集团勾结 还找来更多的投资商 林多里克便是其中一个 她并不喜欢朱丽亚谈判生意的方式 觉得她很精明但不诚实 和她做生意有着很大的风险 她注意到阿诺金 觉得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林多里克看得出来 她并不受重用 她要为合伙人当跑腿 她提出让阿诺金和自己合作 他们将会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阿诺金拒绝了 毕竟她和朱丽亚还是好朋友 但接下来发生一件事 让他们彻底决裂 一天深夜 朱丽亚找来阿诺金 用枪指示她 让她把多拿的钱交出来 那些钱应该是由阿诺金一份 她想要带着这些钱离开这里 可朱丽亚早就不把她当作合伙人 更别说给她钱 她会为了金钱 不顾一切朝朋友开箱 阿诺金彻底失望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她不愿再和朱丽亚一起工作 于是她选择离开 成为这里千万普通的蚂蚁 在这里干着最辛苦的活 但她是最开心的 比以往任何时候 内心都要放松 敷出一份汗水 得到一份收获 不用再勾心斗角 而于我诈 随时逃进的人越来越多 这里从一个矿山变成一个洞 矿工们凭借自己的力量 将一座山给一平 金字已在一次次发掘中逐渐变少 阿诺金逐渐堆脂里失望 活着犹如行尸走肉 只能在三十俱乐部循环走路 朱丽亚也没有获得她想要的快乐 她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人 梦想中的大富翁 如愿一昌得到特雷扎 但是早已没有了爱情 整日活在猜忌和怀疑当中 彼此折磨 最终她放特雷扎离开 让她去过自己的生活 金矿让人富有 也让人堕落 更让人痛苦 他们拥有金字 但从未获得快乐 金字越多 欲望就越大 快乐就越少 连日来的辛苦劳作 让阿诺金不幸染上瘤疾 不过很快她便痊愈了 恢复后的她干净十足 不久变发到很多金字 她将金字兑换成钱 想要离开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可她带来的钱 根本离不开矿区 路上所有人拦截他们 阿诺金被抢击一空 她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回去 无奈只好投靠林多里克 阿诺金认为 抢她钱的人一定是朱利亚 她想到给她一个教训 林多里克找到了卷毛 她早就想找朱利亚报仇了 只是苦于没有资金的支持 这一次 薪仇就恨要减算求储 阿诺金让她去找一本现金账簿 卷毛带人写集了事务所 在保险柜里找到现金账簿 林多里克将账簿交给自己的警察朋友 里面记录朱利亚这几年走私记录 这本账簿足以让她后半生 在监狱里面度过 和朱利亚有勾结的大佬们 见事情败露 开始大规模的倾脚行动 凡事跟他们有关系的人都死了 大仇得报 但阿诺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毕竟他们曾经是朋友 这时朱利亚找到她 想要带着她离开 朱利亚还怀念着他们之间的友情 即使自己再坏 也不会出手伤害阿诺金 钱并不是她抢走的 他们一直被人耍得团团转 阿诺金相信朱利亚 想要和她一起离开 没想到埋伏在外面的人袭击了他们 阿诺金身中住枪 朱利亚不能看着自己朋友不管自己逃离 她将阿诺金送进医院之后 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给抓走了 庆幸的是 由于政府的腐败 她花了点钱从监狱里面给出来了 还报了仇 阿诺金则在痊愈之后 离开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最终她意识到 金钱永远没有家人重要 她选择回到妻子和女儿身边 最后她还收到朱利亚寄来的汇款单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是巴西电影《绝金之旅》 她较为真实地展现淘尖人的生存状态 面炒黄土背炒天 可以实现一夜暴富的美梦 也终将会一无所有 其次带来无尽的欲望 他们在欲望里面痛苦地挣扎 兄弟反目爱人背叛 到最后才发现 一切都不过是过眼淫缘 从未拥有也从未得到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时序更新不见不散